在经济动漫产业正夯 位于基隆市明德大楼的安卡利动漫艺术工作坊 工作坊的创办人是基隆知名动漫艺术家小白老师 在多年前创立非官方基隆虚拟代言人 港湾城鸡基隆少女 并在网络上拥有数万粉丝 也曾在基隆开设过女仆咖啡厅 只不过受到疫情影响 暗量锐减所以停更 女仆咖啡厅也暂时歇业 小白老师更是辗转其他行业发展 不过在这段时间内 他还是无法忘记对于动漫的热爱与热情 于是在几个月前慢慢恢复 港湾城鸡基隆少女的更新 也让大家耳熟能详的角色吉古拉 重新回到基隆人的眼中 这个基隆少女的企划 他当初的理想是希望可以在基隆 可能透过一些部门的协助让他遍地开花 但是现在我比较愿意是 看有没有机会让我自己的力量 或者是商家们的力量 去让基隆少女有更多的舞台 甚至如果未来他可以经由我们制作的YouTube影片 或者是我们的动画制作 可以帮助到一些像我一样创业出来的店家们 做一些更多的媒体曝光 那我觉得我又创造一个新的基隆少女 她们在基隆存在的意义 同时也开办课程教学 期盼在基隆开创不一样的新创产业 公民记者参联层基隆采访报导 让你们看起来